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10月14号是高雄铁路地下化正式启用的一天 这代表什么意义大家可以知道在凤山这边车站这边 自从要盖了铁路地下化这个建设之后 开始进行周边大规模的重划 我们看到这个重划 导致人民的基本权力受到侵害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看到重划这个手段 重划是一个非常威权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政策工具 没想到高雄市政府在透过铁路地下化这样的建设的同时 利用重划来圈地周边地区的居民 来让居民遭受到破清的压力 我们看到今天这样子的重划案件 今天这样的重划计划里面有许多瑕疵 就像大法官解释739号说过的 重划是必须要有明确的财产权保障 而且在势力重划的制定里面 必须要符合正当法律程序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高雄市政府针对凤山地区的重划 根本没有遵守这样子的正当法律程序 根本是一个违法违宪的计划 导致人民从财产权 生存权 到任何的基本权利 遭受到侵害 我们看到现在的重划已经进行到差不多了 这就是高雄市政府 所谓人权城市下面的发展 所谓的发展就是在牺牲人民 刚才也有听到我们市民的朋友说 公共利益 不好意思 公共利益是没错大家都要顧 但是公共利益优先 你后面的配套寿司不知道要做 有这么多人都没有住人好大 我们市政府感觉这心这么凶吗 这有131号 台当平那些七八十块的人 那中方的人走路了 基本就没办法做 没办法走 你叫他们去大桌 你领二十万 结果说 不好意思 你们到八平而已 你到备宿的时候 不到二十平 不好意思 你们就要够两百万 百多万出来用 那二十万 够八五万出来买土地 情何以甘 因为那些伯父七八十万 没有谋生能力 你用偏重裁的 那些人没厚厚大 那我们市政府感觉 还要不把他们安置 你要去哪里 很可怜 我们当时 刚才没有在那些汉匯里面 说我们还比他们幸福 但是要记得大家 要记得一件事 因为他们在你们家都好 不然现在四年四百亿的 什么公共节 这个节育 那些都来 到时候就像我刚才说 如果你们无事 你们家家的这一天就不变 所以说这是我们家的疹 趁董伏父子女 可以听听我们家的心情 因为我们家有十一时 十一时会拨入里面 这不是我们圆利的 配合公共的机制 我们大家都说买 但是要公平 公平 要合法 但是现在查起来 都沒有學法,都都是黑箱作業,都沒有禁止我們的動員 你憑什麼用公共利益要這些人來犧牲他一生所有的 而且更可憐的是和我感觸特別深的就是 和我一樣,我那邊109戶 只有兩個低收入戶去接受所謂的去安排一個地方 甚至以後為了抗爭以後他才又增加了16戶的這些有房屋的土地 有土地的人去建16戶來向八戶做一個交代就對了 他也有在照顧這些 其他109戶和我們這些,和我們這邊的一樣 完全不理你,完全不理你 就用了幾十萬,二三十萬,三四十萬 打發你,不管你的生活,不管你的住基問題 民進黨可惡的是 已經入法的國際兩公約裡面非常明確的講 你拆人民的房屋,你預先要和人民取得學意 要講好,最起碼你要基住問題你要給人家解決 我由年輕的時候在訪對黨當到後來交入民進黨 到現在已經五十幾年的在做社會運動工作的事情 結果我的遭遇是這樣 我的遭遇是這樣 他在選舉前,陳吉他的五大訴求 人家簽叫他的五大訴求的時候 大家有寫,基住人前入線 終結強拆破簽 他現在所做的是什麼 就是強拆破簽 裡面的五大條他一條都沒有做 因為這些人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 因為他們已經沒有太過分 我這次的説ول在組成的專業 雖然有提供的工資 這個自然主要目的是 不管你await。 你絕對我那最後的説話 你不信任 sang 你是這次是 你不信任何人